Hello 我是Manson 今天回到店铺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幫公司的發光燈牌招牌進行一些改動 因為這個商場我們租的時候 業主都建議我們可以利用這隻窗 給大家看看 其實之前我已經做了一個發光的招牌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這條電線太短了 令到它發光的部分不可以全部都在窗裡 我曾經在外面拍過照 發覺就是中間的部分 就是這個位置 是外面看起來比較暗的 所以現在呢 我今天就準備了一些材料 就會把這條電線 改長去 改到這裏才開始 變上它夠長度 可以繞進去中間 那應該會出來的效果會更光亮 更充滿一些更更更更看 那事不宜遲 我們立刻動手 好了,我們 那我會先改這段 哦,之前也沒有水線的 OK,那我準備這條鞋子 那現在拆除了 我會先把這條電線放在旁邊 我會先用這條鞋子駁在插頭上 然後才把這條電線和剛才這條電線做一個接駁 然後把這條鞋子駁在旁邊 好了,我們就駁完這條電線 把這條電線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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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這條電線放在旁邊 所以我都不會太長 我都會大概減走 原先的電線的長度 那就即是 其實減回原先這條的長度 我就已經是 夠用了 那我多預算一下 現在把這條電線放在旁邊 就像這條電線放在旁邊 現在把這個電線放在旁邊 都是一樣的,先把它拆開 其實秘訣要分開鬚三部分,這樣才會結實 也有意見花 包好一條線,現在包另一條線 好一條電線,現在先試一試 好,再打燈,沒問題 第二部分,改這些索帶的位置 令到這裏是尾尾,可以延長 可以在中間部分發光 因為現在條線是這樣的 這樣走 只是圍了一個外框 中間字的部分,之前看過外面看會比較暗 我現在因為拼長了,可以從這裡開始 長了出來的部分,大概有50cm 這裡開始計50cm,就應該可以在中間 我整個想法就是這樣 好,現在放下鏡頭,正式做第二部分 在中間的街頭,現在看過後 有些玩意,在中間的地方 外面看過後,在中間的地方 有些玩意 都會很準確 可以看看 好, 大功告成